汐止区江北里每一年都会赶在过年前募集白米寒冬送暖 不过卡在选举活动中心整修等因素拖到了延放的发放的时间 所以在过年后21号上午将今天募集到的1600公斤白米及棉被 发送给里内的贫困家庭 21号上午的江北市民活动中心真的是温暖满分 因为正在进行一场寒冬送暖活动 算和往年一样早在过年前就开始募集爱心 算一算也募了1600公斤的白米 不过卡在种种因素来不及过年前发 不过关怀弱势不怕迟 年后也找时间赶紧发房 因为这个阴挫阳差的作业 刚好也在选举活动中心也在整修 所以在公所上跟我们作业上有疏忽 就是说发出的日期在延后三天才收到 所以说把这些物资再延到过年后 的时候再补发给这些比较弱势的团体这样 迟来的寒冬送暖通知里内100多户的贫困家庭 到活动中心来领取 除了白米之外又有20件的棉被 里长也针对实际需求发送给需要的人 每一年的关怀弱势 里民也很感谢 里长把我们关心 我们看来有办法 有多少多少都有办法 得到我们里民一些善心年事的资源 来分配我们每一个里里面的 比较低收入货 平民货 两包米还有一个棉被 这种资源希望说每年都要来举办 一样一样这来自大众的我们还是要公开的场所 那做这个爱心的宣导 让大家知道 因为这批这次的物资还有包括 三星人士他有要20张的棉被 要发给弱势团体 那我知道的我就就这样临时用 那个那个要他们来领这样 寒冬送暖当天11元周二林服务处也来关心 里长对于这些三星人士长期来捐赠物资 真的很感激 一起付出爱心 关怀 贫困家庭 这层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